华为按乌银笼罩下中共高级经贸代表团迪美,中共高级贸易代表团,已经抵达华盛顿。准备与美国官员们,就解决双边贸易争端,举行关键性谈判。 中共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报道说,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中方代表团,在美国东部时间兴。 7.1.2019年1月28日,下午,抵达华盛顿代表团成员,还包括央行行长,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外交部和商务部,等多个部委的副部长,和副主任在美国方面。 这次备受主目的贸易会谈,将有主张对中共时强硬态度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主导。 其他主要谈判成员,包括财政部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经济政策总统助理库德洛,以及贸易与制造业政策总统助理纳瓦罗稍早前。 白宫发表声明说,特朗普总统欢迎中共官方代表团,1月30日,到31日,在华盛顿与美方举行一系列的会议。 讨论两国的贸易关系特朗普总统,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1日会谈,并达成90天贸易休战协议。 特朗普政府说,如果双方不能在90天内,就美国关切的重大经贸问题达成协议。 美国将在3月2日开始,启动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提高关税的行动。 在两国元首那次的会晤后,双方在1月初,举行了一次副部级会谈,并都声称,磋商取得了进展。 但是美国官员们说,双方离达成协议孩。 相距甚远就在中共高级代表团,抵达华盛顿的同一天。 美国司法部宣布,对中国电信巨商华为及其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提出起诉。 指控华为与其子公司行通技术,进行银行欺诈,和谋洗钱与妨碍司法。 中共政府则敦促美国停止对华为等中国公司的无理压制撤销对孟晚舟的逮捕令,称中共将坚决保护中国公司的合法权益。 北京还没有直接将华为与孟晚舟案,与美中新一轮贸易谈判直接挂钩。 但是人们担心这一局势发展,可能影响两国贸易谈判的进程和结果。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对华为的起诉是执法行动,与目前正在进行的美洲贸易谈判无关。 美国商务部长